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来到我的池塘这边 现在天气很冷,别看我穿这么少 其实我是在水里面干活 打捞水里面的伊勒棗 现在我的池塘伊勒棗实在是太多了 那个池塘的中间伊勒棗已经不满了 我正在这里打捞,带大家看一下我的伊勒棗多不多 看我的伊勒棗 高高的伊勒棗呢 我是用这个耙子在水里面打捞 打捞了两个小时 才打捞了一二十个平方 用我的竹牌 刚刚给竹牌加固了 新加了铁丝 我怕把这个船搞散 看 岸上已经打捞了四包 每一包都是塞得紧紧的 一包都有五十斤 带水啊 然后这里还有五个袋子 就是今天下午把这个袋子装满 我就休息了 小龙虾 小龙虾 还没有完全出来 这个里面打捞的时候 发现的虾苗 大概有两公分长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有那个白色的麻麻点点 也有一点那个像水草的青青的颜色 这个虾苗非常漂亮 但是就是不多 可能这个里面密密麻麻的草 我不知道龙虾能不能 来去自如啊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 我知道这个一勒枣多了 到五月份的时候 很多小龙虾 就会在水草底下死掉 去年我这个里面有一勒枣的时候 一勒枣的底下死掉了不少的龙虾 而且还有那么大 所以我想赶紧把它打捞掉一些 至少要打捞出一条通道来 一边打捞一边在想 哎呀真的是好累呀 我想要不要放几条草鱼呢 但是放草鱼的话 据说草鱼是杂质性的 会吃掉小龙虾 还有一个损糟 就是放福寿螺 因为去年福寿螺多的时候 我的池塘里面的草吃的精光的 就是福寿螺太多了也不好 把这个水搞得浑浊 然后草吃的一点都没有 然后可能会造成水里面缺氧 很矛盾啊 继续打捞吧 不知道大家池塘经养小龙虾 水草是怎么处理的 比如说今年养了第一年 可能水草刚刚好 到第二年我这个平台中间 根本没有种水草进去 但是那个平台中间长满了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可能是之前种了医药长的时候 水草断掉了 然后可能被淤泥覆盖了 然后再长出来的 我长在环沟里面的一株还是一株 还是那么大 没有到处扩散 但是这个中间已经是多的 捞个几千斤都没问题 看我池塘里面的水多漂亮 清清淡的 这就是刚刚打捞水草 这个地方有一点浑浊 没有一点青苔 漂亮的水 我的竹排 下午还有很多的活要干 就简单的拍一个打捞衣了找的视频 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